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游小时很喜欢看电视 我当时的年代很喜欢周星馳 很喜欢画画 所以很喜欢看那些男不小心小眼纸 看完之後自己很想製作一個類似的卡通人物 直到我上了設計那一堂 我就要自己去做一個項目 這個項目是沒有項目的 其實我覺得自己這麼喜歡電影 也沒試過 試一下可不可以自己拍一件事 劇本就是講一個很失落的男生 覺得自己好像一次無成 平平無奇 所以就想用這個康奸這個角色 去跟這個性格有些關係 去看看一個做康奸 你究竟的心理質素 還有你會怎樣想 你會接觸什麼 是否真的平時其他人所看到的康奸 就是我們那個康奸 我覺得每個人背後都有故事 但我想知道康奸是需要牌的 你突然是考牌的 是啊 有啊 這樣去那個屋苑 問他你是不是請人 幸好因為他們真的等人用 但我未必真的做到很長的 我都跟他說了 把他所有東西熟習了之後 變成手把硬工夫之後 就會開出門 但起初來有很多東西學的 你要學怎樣收貨 外賣來到要怎樣 怎樣可以讓人來不讓人來 但我經常都不可以坐在那裡 那個可能是比較高級一點 就要我們去開門 主動開門給客人 但全部的客人都很好很好 而且我覺得最搞笑的是 我撞回我的中學同學 即是中學本身都不是很久沒有聊天 然後突然間看到我一個 有沒有說什麼輪落到這樣 有沒有問你 沒有 因為他都知道我的性格就是 喜歡做一些很無厘頭的事情 那為什麼突然間又會想參加 YouStar比較幕前一點的工作呢 那我就做了很多不同的 就是幕後很多的崗位 那也都參與過很多的 比較多的幕前工作 就好像拍個微電影的 那些角色就是 笑很多不同類型的角色 就好像一個很想念老公的寡婦 一個ABC 扮ABC 可能說話不懂 那我就覺得 我越參與得多這些角色 會越了解得多這個行業 還有尤其是自己 因為我覺得 演員是要把自己越滑越深 那這個是我一直都 我覺得很有趣 很想知道更多的東西 還有電影這個行業 很多很有趣的色彩紛紛 那我也希望自己的人生 可以好像前衣一樣 可以經歷到很多不同的人生 那所以 就是這樣啦